不好了 小姐出事了 你们看微博了吗 怎么了 那些航空大V 都说是副驾驶操作的转向 是啊 是承销操作的呀 这一下就捅在马蜂窝上了 那些键盘侠已经人肉出了小姐 他们在网上满口乱喷 说是小姐害得段超受伤的 什么 我看看 这都什么呀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先生 请您系好安全带 先生 拜托 你不要再吵了 我们超哥醒了会记得 可是我们有 是不是想被投诉啊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 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解放安全带 不行 我有点担心成小 你们可不知道 这些极端粉丝 疯狂起来有多可怕 我现在就是担心 他们会曝光小姐家的助手 不行 拿着 我得用自己的几个小号 跟他们血战一番 怎么了 没事 我要进入战斗状态了 我也得提醒了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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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的事不要太在意 也不要盲目回应 保护好自己 小姐 小姐 这帮人真太过分了 你这天一定要小心啊 我自己会帮助 你每天都没有 还要安心 我去连着 你才能把这些大碗 你还要抵护好 你这个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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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系 jus 了 等你快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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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东先生 我这儿全屋断电 手机也没电了 您能帮忙给屋爷打个电话来看看吗 我这儿全屋断电话来看 谁呀 这么缺德 太缺德了 有病吧 接着人家电信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你跟我说你家停电了吗 我跟你说 你不会是我房东吧 你就是跟我通邮件的房东 那你什么都知道了 魔鬼领导 渣男 你不说话 害羞了 害羞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你 今天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真的很难把你跟地主家的好儿子对上好人 这个是我给你起的外号 你又不告诉我你叫我什么 网上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可爱多了 你这个限制我 顾南婷 你现在既然知道了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好了 现在光线合适了 好 你不告诉我 我Dear 我怎么样 你 挺好 作为房客 也挺好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你 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那些话 你也不给太放在心上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 本来就是肃无忌惮的 好吧 你帮我看看我这信 对不对 干嘛 你都给我发好人卡了 还是你怕我 还修不修股教员 我都快热死了 真的不知道谁这么无聊去捡人家电线 你的资料被倒发到网上了 上面有你的家庭住址 这帮键盘侠一天到晚 净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不排除之后 还有更过激的行为 顾校园是在关心我吗 你是我的学员 我当然要关心你了 好了 你进屋喝下茶试试 有了有了 有电了有电了 你说这个 教员和学员 房东和房客 是不是太巧了 巧吗 这个小区 机场快线直达 公司不少员工都住这儿 那我交房租的那个秦阿姨是 是我妈妈 这个房子本来是给她买的 对了 后天的第二次调查会 本来网上的舆论对你不利 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新情况 什么情况 李宇恒说 当时那位受伤的旅客 在降落时没有检安全弹 目前正在联系母纪证人 所以后天也不用太担心 我也会尽力帮你澄清 不管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谢谢 我叫住十六号的五楼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 走了 你手机 谢谢 而言之 救命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